Mazerati 有个传统 那就是喜欢以一个世界著名的风来为旗下车款命名 像是之前的经典车款 Bistro 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 Ghibli 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一个呢 他们就以一个地中海著名的季风来命名 也就是他们旗下首款SUV Levante 为什么叫Levante呢 因为这个地中海季风 它能够在短时间内从一个温柔的风转变成猛烈的暴风 而本来Mazerati 就觉得他们旗下这款SUV 拥有一同样的特性 就是在提供强劲的动力之余 也能够带来一定的舒适性 因此就将它命名为Levante了 那今天这台Levante其实是顶级的Troffio版本 Troffio 其实是Mazerati 向他们一个冠军杯赛事 致敬的意思 Troffio 其实是意大利文也就是Trophy 的意思 就是奖杯啦 那其实将这个顶级版的Levante 命名为Levante Trophio 其实也就代表它是冠军 有最强SUV 的意思 那今天这个NASA Italia 所带来的这个Levante Trophio 其实是限量版的 Launch Edition 全球限量只有100台 而我国呢就接获了3台 并且有三种这个限量版独特的颜色 分别是 Blue Emotion Matte 也就是磨砂蓝 还有我身旁的这一台Giallo Modinis Yellow 亮黄色啦 以及我右手边的这个 Rosso Magma Red 非常的意大利风轻的名字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个Mazerati的车款 很有设计感 就很漂亮的感觉 有独特的一个意大利风轻 那这个Levante Trophio 也不例外 不过这个Trophio 它作为性能版本 它其实和普通版的这个Levante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碳纤维的引擎盖了 它在上方有这个两个导风口的设计 然后呢这个头灯也是 顶级的这个矩阵式LED头灯 这个头灯有一个名字叫做 Full Matrix LED 它具备主动调整的功能 而且这个LED头灯它的亮度呢 比起普通版的 还要亮出20% 同时呢还降低了32%的这个温度 那这个水箱护照其实也是有不同啦 这个Trophio 版本呢它采用的是一个 Piano Black 钢琴黑的材质 然后这个 一条条的呢这个是双四条的一个设计 中间呢就有这个招牌的Mazerati Logo 也就是这个三角级的 上方也是有一个定点的Mazerati Logo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啦 不过呢重点是在下方这个部分 Trophio 版本呢它的这个进气格三 采用的是一个网状的设计 看起来比较凶悍之余呢 它还有这个重点 真正的Cover Fiber 而且是高亮的版本 非常的漂亮 旁边的这个进气格三呢 其实也是有这个直立式的Cover Fiber 设计 而这个直立式的素条呢其实是 具有这个Aerodynamic 的一个效果的 能够到风 那来到车车部分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Levante 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流线型 然后很有肌肉感的感觉 其实看起来哦 它不像SUV 对我来说它反而比较像 比较像那个GT跑车 Fastback 的version 然后这个C柱方面呢 它这里有这个Trofio的徽章 告诉你 我是性能版 你不要害它高度大马匠 这台车它的风阻系数 只有0.33 以一辆SUV来讲啊 这个成绩是非常的出色 重点是你看这辆车哦 它是一辆有 拥有50 50 配重比的 修旅车 不要玩玩哦 50 50 哦 跟跑车一样哦 这个Levante TROFIO Launch Edition 和TROFIO版本一样采用的是一个 22寸的锻造轮圈 这个轮圈呢有一个名字叫做ORION 意大利文的意思啦 也就是猎户座的这个意思 非常的好听 那这个轮圈呢 它也是目前整个Mazerati里面 尺寸最大的一个轮圈 而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个非常漂亮的 这个大鲍鱼啦 这个大六活塞的刹持卡钱呢是由Brembo代工织造的 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这个卡钱颜色哦 是跟着这个车身颜色而定的 也就是说 这台车是黄色的话 这个就是黄色 如果是红色的话就是红色 同样的 如果是那个Maz Blue的话呢 里面这个就是蓝色 至于轮胎尺寸方面呢 前方是一个265 35的一个尺寸 而后方呢则是295 30 那来到车尾部分呢 它整个最显眼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 以真正的这个 Carbon Fiber 打造的 大型扰流器设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拥有这个双边双出的排气围观 设置 这个排气围观呢还采用一个很漂亮的 牙光黑设计啊 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 搭配这个 Carbon Fiber 的设计 整个看起来就很有这个性能派的味道 作为一台SUV呢 这个尾门呢是支援电动开启的 它的尾箱容量达到了580公升 基本上你要载着一家大小出油并不是问题 打开这个引擎盖 哇非常的轻 果然是 Carbon Fiber 里面躺着这具引擎呢是由Ferrari 手工打造的 3.8L V8 双涡轮这辆引擎 这具引擎可以产生590hp 的最大马力 风车扭力高达736mm 0-100km 加速 3.9秒 并搭配巴速的这个ZF 自拍变速箱 急速更是高达304kmh 3.9秒是什么概念呢 马斯拉提自家的MC12超跑也才3.8秒 这一个大个头却3.9秒 这样的表现呢 基本上是直接叫板这个 Lamborghini Urus 了 因为 Lamborghini Urus 之前是号称 0-100kmh 不到4秒的这个保驴机修驴车 这具引擎也是目前 马斯拉提还在生产当中最强的一具引擎 如果是以马斯拉提整个历史来讲的话 它算是第二 第一的话 自然是马斯拉提MC12那具 V12引擎了 还有一点就是这台车它跑得快 它停得也快 原厂全程这台车 100-0kmh 只需要34.5米的刹车距离 就能完全将这个大个子停下来 非常的出色 不要忘记它可是一台SUV 而且重大2吨多 这台Levanti Trophy 它是拥有这个被称为 Q4的智能 全驱系统的 这个全驱系统呢 它在平常正常的模式下呢 它是完全将100%的扭力穿输到后轮 可是一旦在这个比较湿滑的道路又或者是稍微比较 没有抓地力的路段又或者是它侦测到这个后轮 没有牵引力的时候呢 这个系统呢会在125ms之内 0-100的这个全驱模式呢直接 转换成50对50的就是前轮50后轮50保证这个行车的安全 身为性能版的Trofeo它具有全新开发的Corsa也就是赛道模式 它也是马斯拉提首款拥有Corsa模式的量产街车 也是目前市面上所有SUV 除了Urus以外有这个模式的车款 所以在Trofeo身上呢它总共有5个模式 分别是Normal Sport Ecomode Offroad 还有Corsa 在这个Corsa模式下它的油门响应会更加的敏感 然后排气围管的发门也会打开 享受Ferrari所参照的这个月儿排气声号 不止如此它的换挡也会更加的积极 同时悬吊也会降低35mm 离地间隙进一步降低至175mm 同时呢这个Traction Control和ESP的这个干预也会更加少 带给你更多的驾驶乐趣 重点是这个模式竟然还有弹射起步功能 所以才会有3.9秒破百的传说 坐镜里面啊你才会发现到什么叫做 设计与质感兼具 这个Levanti Trophy Launch Edition 它里面的这个 中控台设计啊 采用了大量的这个皮革 还有这个磨砂式的这个 碳纤维饰板 来做一个设计 整个看起来呢就是 你又奢华之余啊 你又有这个运动气息的感觉 这个电动调整的三幅式运动方向盘 后方还有这个跑车式的换挡拨片 这个拨片呢是以Aluminum制成而且它是固定式的 和Ferrari 一样 加上前方的这个双环式 仪表盘还有中间还有这个彩色的 高清的这个彩色显示器啦 整个感觉其实蛮像跑车的就很有战斗格的一个感觉 不过我比较注意的还是这个 中控台上方的这个是硬中啦 它不只是一个时钟啦我觉得它 它最重要的是带给你一个很高贵的气息的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我坐着的这个运动型座椅 这一个皮革呢它有一个名字叫做Piano Fiori 它是一个意大利的优质全力面小公牛皮 摸起来的这个触感呢非常的高 非常的好 很柔软之余啊 又很舒服的感觉 然后这个设计呢也是这个Trofeo 版本 独特的一个设计 不过这个Trofeo 版本呢它最特别的还是在这个 Headrest 上方的这个部分呢有这个招牌的Trofeo 这个三角级 徽章 而且这个徽章呢还是一个缝线制成的 它的这个缝线的颜色呢其实也是跟着车身而来 也就是说黄色的车身就用黄色的缝线 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个Launch Edition呢在这里还有这个名牌 这边上面就写着这个Engineered And Crafted in Italy 告诉你这台车是在意大利制造的 然后重点是旁边还有这个One of 100 告诉你它是一个限量100辆的车型 除此之外呢这个跑旅呢它还搭载这个8.4吋的多媒体娱乐主机 这个主机被称为Mazerati Touch Control 它也支援时下流行的这个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不过重点还是这个主机还搭配了 拥有17个喇叭的这个Bowers & Reel Pins 立体式环绕影响系统 在中央扶手箱的部分除了有这个手感不错的电子排挡杆以外呢 后方还有这个以锻造铝制部件支撑的旋扭摸起来手感不错 不过最厉害的还是后面这个Rocket Switch 你可以通过这个Switch来改变悬挂的高度 总共是有6段加1段啦 这个一段是Parking Mode它会再升高到10mm 所以其实从最高到最矮是相差85mm 那虽然说它是一辆性能SUV啦 可是它还是有豪华的元素在的 我一坐进这个后座我就马上感受到这台车的这个奢华气息 首先围绕着我呢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 Piano Frotte 的这个高级皮革 然后旁边也是有这些包袱 还有这个很精致很漂亮的缝线 那这个后方的这个中控台部分呢 我可以看到有后座的空调冷气出风口 以及可以独立操作 独立切换温度啊风量的这个 恒温空调系统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它这个漂亮的全景天窗 然后加上这个全黑的这个侧顶呢 让你觉得这台车在豪华之余 又很有运动气息的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椅背呢其实是能够进行调整的 OK 一段 两段 三段 四段的调整在使用性方面还相当的不错 目前这个Levante Trophyo Launch Edition 呢 全满只有三台 而且都是自己的一个独特配色啦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红色黄色以及磨砂蓝 Nazza Italia 就表示呢 你在马来西亚绝对不会看到另外一台 配色一样 规格一样的 Levante Trophyo Launch Edition 不过未来 如果有这个Recon 版本的带进来的话就很难讲啦 这个Levante Trophyo Launch Edition 呢 目前在我国的售价是 83万8千令吉 不过 不包含税务 这个价格呢其实就和 之前 Azrati Malaysia 他所推荐的这个 Levante Vocano 的价格是相近的 可是问题是那个 Vocano 版本呢 它的这个80多万的价格是包括税务 所以在这方面这个差距就相当明显啦 但是那个Vocano它是搭载3.0L的V6嘛 这个呢是3.8L的V8 Twin Turbo 完全是不同的等级啦 那最高马力接近600匹的跑旅台的对手 谁 PROCHET CREEN Turbo SE Hybrid 还有 它所瞄准的 Laborgini Urus 所以 CREEN Turbo S Urus 还是这个Levante Trophyo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我个人是会选择这一台 单单那个前年造型我就觉得它是帅完的 加上还有这个 非常帅气的乌框车门 重点是这一台车是限量版 能够上显你这个独特的个性 想要看车的朋友们呢 你们现在就可以直接联络 Nazda Italia 预约进行这个Private Viewing了 那今天这个特别的新车介绍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以及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我上车走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